各位STAR HONG KONG的朋友 你們好 我是陳柏宇 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一開始覺得Edward好像孝監 我是怕他 見到他會緊張 因為我覺得他要求很高 而要求高是正常和必須要的 一開始自己的技能還不是很好 發現為什麼努力也沒什麼用 所以每次見到他 我都有點緊張 這個遊戲不是鬥勤力的 你現在真的覺得我愚蠢 不過他有推薦我去開始學唱歌 去唱歌 學完唱歌之後 就真的好很多 而且我發現每一次和Edward錄完音之後 我的Focal都有進步 他會找到我一些我不相信自己做到的事情 然後又真的做到 我們真的是兄弟來的 老死來的 我想我見Edward 在這一行裏面 我和最多行內人吃飯的一定是Edward 其次應該是我其他的同事 但是Edward應該是最多 因為我們每一次錄音都會吃飯 我和我的同事都不是每次一起吃飯 所以我們是很close的 所以我們是很close的 在這個行裏面 他是我最活躍見到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 印象最深刻的我想是我的話 我是長生有裂 因為長生有裂的時候 那時候是我的歌路 和我的Focal 一個很大躍進的一首歌 那時候Edward做監製 我一直都唱不到 一直都不知道怎麼算好 那Edward呢 他就叫我 當然他有給我一個方向 我怎樣去唱 而且他也有介紹了音樂 唱歌老師 我是從那個時間開始 學唱歌 慢慢學 學到現在 然後我很記得 在Studio裡面 我是很害怕的 因為Edward 是用一個很高壓的方法去做 而這個呢 是他特意的 因為這首歌呢 就是在講情緒勒索 所以他要營造到 那個情緒勒索的狀態 我才可以唱到那種情感 我長生有裂 是被勒索的那一方 對 所以其實我很害怕 很害怕出來 我都很害怕我唱不到 但是呢 出到來 Edward一下子 就是他耶 然後他說 得了 然後我就 哦 余式重複 好啊 是不是過兩天要出電話了 不是 所以沒得不行 好啊 我突然想 關著我 關著我 關著我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初次的海後 嗯嗯嗯 最 最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又沒有 會不會是first tag啊 the first tag the first tag啊 都不知道 不是 我想我和Edward那個 就是 我和他的關係 不是用作品 不是說哪一首歌 在哪裏錄音 是有 有些什麼 特別的感覺 而是 特別的感覺 是來自 我們本身之間的關係 嗯嗯 依然是回到那裏 如果真的要選 可能都真的會選 這個 沒有你我什麼都不是 因為那時候我們一起去斯德哥爾摩 嗯 一起去斯德哥爾摩 就 有一段這樣的經歷在那裏 嗯嗯 這首歌 入到這個金像獎 我是覺得很神奇 所以要非常感謝導演阿簡 和朱雲堅找我去唱這首歌 還有 這首歌其實有了 耀輝的詞呢 是昇華了很多 所以我是覺得很開心 我期待 因為之前看金像獎 有入圍就可以唱歌的了 我希望今年都可以唱 是的 不知道有沒有的 不知道有沒有budget去 哈哈 都冷的 在那裏其實都冷的 其實開電單車 很多人都不知道 冬天開電單車是吃力的 嗯 就是香港其實都多人開電單車 但是我們的裝備 因此如果你是leisure 就是開電單車的人 其實冬天是辛苦一些的 去到的時候 對啦 手又冷 因為你走得快的時候 其實風進得很厲害 你穿得厚 是沒有用 一定要擋風 一定要擋風 是的 還有爽 終於可以開電單車 有自己的興趣 可以放進去 自己的音樂裏面 呈現一下 都不是自己開 呈什麼鬼的事 自己開心過癮 那 不會 還會 上班 真的